我们来看看这一手牌 装卫线行动 92负牌 非洲赌神拿到Q4 这个牌不怎么递啊 但现在是三人桌 小忙大忙 很有可能大家的牌都不好 就像这样 Q4对63 但是这牌也不是不能负 因为他面对的是酷 也是这个桌子上的筹码领先者 你有时候拿这样的牌 你负给他也行 因为你和筹码领先者打 你还没位置 你和他打 是吧 很有可能输光 而且现在 就是你 因为这Q4这牌毕竟不太好 你要忍一圈的话 可能酷恩和对手打 酷恩把对手淘汰了 你就能前进一名 就从这个角度打 Q4也可以负下这样的牌 面对筹码领先者 因为你赢他 你也淘汰不了他 你输他 你就不淘汰了 哦 这个翻牌对Q4不错 但Q4没位置 这种四一对往后打 他会都是帽子 不太好打 先过一枪 顾问这里边 二三四五六 买六的卡顺 不是买五的卡顺 三十七万五千 下了一个 感觉也不算轻得住啊 这传奇不可真的是 你要稍微不注意底池 就他一下入冷 再回来看底池 你就得自己算吧 让他下了一个半尺 其实我觉得从人的 看牌的角度而言啊 还是他下完住之后 过个一两秒 再把这个底池加上 就更符合人关注的习惯啊 要不然你得自己去 记底池 就会有点累 你知道吗 但是传奇不可 他就是特别快了 其实看的时候有点 现在你得记一下 现在一百五十万的底池 我觉得原先看德州服务客 尤其是现金桌吧 都是 别人一下住 完过个一两秒 这里边才把他那个下住加上 那么看 别说了 转排来个五 车无漏化了 二三四五六 顺子卡顺卡到了 看库恩怎么下住啊 对方还有二百九十万 库恩会下一个什么样的住呢 这个挺讲究的 这个住我可以学一下 下一百万 因为对方只有二百九十的筹码 这个时候你下住 怎么下住能不暴露你的牌里 库恩选择下了一个中住 三分之二底池 对方一尻就非常套吃 但是你如果 你要下得特别轻 又容易暴露你的牌力很强 你知道 其实这个牌 咱们从库恩的打法 可以学习一下 这种牌怎么打价值 因为这种牌 其实它不是那么 就是容易暴露自己的牌力的 有时候你得下住 对方选择尻啊 三百六十万 对方后手还有一百八十万 来看盒牌 盒牌是一张草花吗 发个草花这个面还蛮吓人的 发个小点的草花就非常吓人 真的发出一张草花啊 我没看错 因为我是看完这手牌 我觉得手牌好 有意思我才录的 真的是一张草花 草花八 这个面这张草花八还是很适合投机的 尤其是盲柱的范围啊 就说他们从盲柱而言 正常而言 他这个什么四五八九 二啊 二四五八九是吧 五八九 还挺接近盲柱的范围 但是这是由于两个人单挑 就库恩这里边的行为 他有可能也是像这种非洲赌神这种牌 他拿个什么Q3 Q2 什么Q3 就是Q2什么的这些牌 其实也是一种垃圾牌 他演自己和这个牌面有关系 知道吧 就是纯投机 但讲的故事是他和这个牌面有关系 然后他去这么投机 也是有可能这么做的 这里边非洲赌神 哇 非洲赌神 缩哈喽吧 缩哈喽也是卡 非洲赌神 缩哈喽也是卡 这时候赌神觉得他的时间不太多了 把岩石卡给缩哈了 他要好好想想这种 其实这种牌 库恩打得挺像那种 就是他在诚心在演 他和这个牌面的范围有关系 最后发出五 发出八 他种顺子或者种花什么的 这种大牌 他在讲这样的故事 让别人相信 就是在投机啊 在这么投机 挺像的 两个人单条范围是蛮宽泛的 他演大盲 为什么这个牌面有关系 挺像在讲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他编的 就是 怎么说 挺能骗人的 他真的是有大牌 他演的真的像在强行 就是讲这种 我前面说的故事 两个人其实单条更有可能 库恩拿的也是这种 非洲赌神这样的牌 天上一角地上一角的牌 而且高张 两高张 比如什么石钩啊 这样的牌 石秀啊 是吧 也都错过了一种翻牌面 其实西伍斯有很多牌 会错过这种翻牌面 跟这个翻牌面 没什么关系 这还是回到两个人 单条范围宽 靠啊 奥链 非洲赌神 我觉得非洲赌神 这么判断也没什么问题 其实库恩打得好 这种牌 也是库恩中牌了 非洲赌神 这也是一个 很勇敢的判断啊 最后判断错误 获得第三名 没有奖金 我觉得这一般到前几名 大家比较关注奖金 从观众的角度是 他应该 应该写上奖金会比较好 没有 第三名是117万的奖金 第一名260万 第二名177万 咱们来看两个人 单挑的第一手牌 库恩有2000万的筹码 对方只有470万的筹码 但加拿大赌神 拿到了AK 这是两个兄弟国家了 这两个国家 你要说它是一个国家 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AK直接凹链 但是加拿大的人 还是比较温和的 加拿大的人 我听说 他们就爱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哥你那什么 讲礼貌 怕麻烦 麻烦到别人 那样 AK 凹链 492万5000 第一手牌 孤恩沃德打得非常的猛 库恩要想要不要靠 其实孤恩沃德这个人 他也是极端的 知道吗 库恩靠了 库恩觉得你可能 没有那么强的牌 但是库恩觉得你是短潮马 你可能要激进的打 因为短潮马激进点打 你才更有可能翻身 库恩第一手牌 也不放你 他实际有尽 但这把 古人沃德真的拿到了 枪牌AK 但是库恩这么多筹码 他也能接受这样的胜率 赢了就是冠军 输了再战 我还是筹码优势 这也是库恩能尽的理由 古人沃德这个人 也太真的是 他稳的时候很稳 他拼得起 拼起来的时候也贼拼 他能拿一些没有那么好的牌 他就打我领的 他短潮马 他可能会这么打的 古人沃德还有个兄弟 俩人长得挺像的 但他俩我还是一下我就能分出来 谁是谁 谁要是古人沃德 我一看他就能看出来 哪个是古人沃德 哪个是他的兄弟 勾 90勾圈 那K的出路没有了 只能去买A 目前而言 转牌 勾 哎呦 这个牌对 对古人沃德非常的不利 没有A就输了 啊不是有10 发10也赢啊 90勾圈K枪 有10啊 合牌7 那库恩获得这个 今年的赛普路斯战 10万美金报名赛的冠军 库恩真的获得好多个 传奇普克比赛的冠军 他最近的那个伦敦战 也有一个他获得一个冠军 完这场比赛我没有看啊 库恩这个冠军非常激动 也有点情绪控制不住了 跟前面看那个加大赌山似的 最后哭了啊 那库恩应该也是好久没有 不得多得冠军了 应该也是好久没有不得多冠军了 也挺激动的 库恩是真有实力的 我是觉得库恩真的实力非常强 他的现金桌比赛实力都非常的强 而且前面做视频 我看见库恩 弃了一手99 那手是890勾圈 大概这样的顺的 对方是9K 90勾圈K的顺 库恩有两张隔断9的情况下 把这个对9被弃掉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第一名260万5千的冠军奖金 咱们来看看库恩的颁奖 老熟人了 杰森·库恩 来看一下最后的颁奖吧 库恩不知道总奖金是多少了 巴纳某原先奖金榜也挺多的 但巴纳某最近很少见了 反正库恩也都多得过不少冠军了 不到奖金排第几名 发的黑表 黑钥匙的表 黑红花片 穿起扑克的标啊 黑红花片 然后库恩以10Q 夺得这个比赛的冠军 咱们来看看库恩举杯啊 恭喜咱们的老朋友 水平非常高超 但是很低调的杰森·库恩 获得这个10万美金报名赛最后的冠军 好了 朋友们 关注一下 咱们下次再见 然后我们下一个冠军 我们下一个冠军 咱们下一个冠军 就下一个冠军